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条西星斑有多重 如果是游泳的话 这条点都要超过300元 超过一斤 其实我们香港人很懂得吃鱼 通常清蒸这些斑类的话 最好不要过一斤 十二三两就最好 因为贪欲它肉滑 很多人就会有个疑问 正如我先头所说 我们香港人吃鱼很厉害的 真是要吃最新鲜的 游泳的最好 就是现在就立刻蒸来吃 但是呢 其实呢 不论你是因为什么阶层的人都好 或者是你各山东西 就是说的是去了外国的 那外国呢 都有班吃的 要么就原调 要么就原调 要么就起了肉 那些所谓的鱼扒 那我们到底怎样起死回生 可以吃到海鲜的鲜甜味呢 就是大家看到这一道 就不要反驳我字 那我问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见过游泳鱼啊 没有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跟着我做过 金文酸 这个是蒸这个鱼 冰鲜鱼啊 是不是很好吃啊 就算是清蒸的话 是不是很好吃啊 一样吃到海鲜的清甜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我的手盘 随声大发嘛 大家跟着一起做 没需的 是不是 那今天呢 大家就看看我 咦 怎样用这个金文酸 去蒸这个是 蒸这个是 冰鲜鱼啊 可以令到它起死回生 死马当活化衣 那大家看到 其实呢 我在镜头开 镜头之前 开机之前呢 哇 拍了好多蒜头 这里呢 有成 几两个啊 即是那些 那些包蒜 差不多成两包 为什么这么多呢 超过两包 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今天呢 我就打算呢 就做两个 是芝日菜的 那 嗯 需要的蒜头 比较多啊 好了 那跟着 之后 讲了一大乱废话了 那大家看一下 我怎样做啊 那其实呢 大家看一下 这条这样的东星斑 不是西星斑 sorry 是西星斑 不是东星斑 红色的呢 啊 就是 这个是 东星斑 啊 这个深色的呢 好像普通石斑 那个呢 就一点点 蓝色的 螢光色的呢 就是东星斑 不是 东星斑 西星斑 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好 其实呢 如果我不讲 这条是冰鲜鱼 没人知道的 OK 那但是呢 这些呢 如果考虑过经济因素的话呢 又想吃得 即是招职的话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是 去做这件事了 那那 记住啊 洗海鲜 水是少不了 你不要跟我讲环保啊 一定要用水冲啊 为什么呢 那我解释过很多次的了 那这些 呃 它的腮位呢 就很多的那些血块呢 啊 那在它那个 肚里面呢 有很多凝结块 一定要用牙刷呢 就是总而言之 你用方法呢 就洗走它 擦干净它 那这个呢 就是令到它 就没那么腥的 第二呢 那我讲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我们经过鱼台 这么腥的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那些血啊 啊 混和了那些细菌呢 就好 就是有那个什么啊 有那个 发酵啊 那 那 就很腥的 那如果我们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用水冲呢 就是要冲干净它那个 呃 表面啊 那些细菌啊 啊 那还有呢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斑类啊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皮呢 就会有一些散的 那我们用水冲呢 就 那我现在先关掉它 大家看到我一路说话呢 就是一路用刀尖 不断刮它 削它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 脊骨的 两边呢 周围呢 就很多了 大家看一下 有那些红色的呢 就是那些 啊 凌血块啊 那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跟我们呢 就是中国渔民啊 那个 就是处理海鲜 那个 是有关系的 我们呢 就不会放血的啊 那但是呢 日本人呢 为什么呢 他们那些 就是那么出名的 刺身啊 薩西米啊 为什么可以急冻啊 就是冰鲜鱼 都可以做这个 刺身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 这个是 上水放血的方法 那叫做活剃 神经活剃 啊 放血啊 那呢 他们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鱼呢 就没那么腥的 OK 那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渔民啊 就是中 中式的渔民啊 那是不是就是代表 一定是腥呢 当然不是啦 我们事后都有很多 很多处理的方法的 OK 那大家看到 我就尽量呢 就将脊骨那个位呢 和这些腮位呢 所有的 这个是 血块啊 型血块呢 就全部呢 就拆得干干净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做过这么多次呢 我从来没给大家看一下 那先头 大家在镜头那里 看到很多血啊 是不是 很多型血块 看到 这个腹腔里面 所有的 这些这样的脊骨啊 这些这样的型血块呢 我全部都已经拆得干干净净 这个呢 就是我们呢 是处理啊 这个海鲜 冰鲜鱼的时候 一个不易法门 你想吃海鲜味 我再说一次 海鲜的海鲜味呢 不等同于鱼腥 你完全不会处理的话呢 你是不会吃到 真正的海鲜味 只会是吃到什么呢 腥臭味 OK 那么 这个 接着之后呢 表面呢 就拆一拆它 为什么呢 会有散啊 那啊 那啊 星斑呢 就相对地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 那些散啊 那但是如果 譬如说你吃 岑斑啊 海斑啊 那一类啊 啊 青斑啊 那一类呢 就很多散啊 OK 那啊 擦得它干干净净了 那也都 充水呢 充它干净了 那啊 檢查一下 它还有没有血块呢 如果有的话 就用手呢 用指甲呢 就拆掉它啊 那这条鱼呢 基本上就进行完第一步了 那大家可以 计算吧 帮我 看一下 我用了多少水啊 再 再说一次 你要处理食物 要它好味呢 处理那些腥臭味呢 你不用水 啤它是不行的 那我说过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三文鱼 喂 为什么人家做得那么好吃 那么香口 那么清甜 但是我做呢 就是自己做呢 为什么会做得那么香口 因为你节省水 整天都节省水 不肯用水啤 啤酒 啤酒它表面那些细菌造成的腥臭味 那我现在呢 我就先是把它擦干它 OK 那 哎 sorry啊 嚇到大家 不好意思啊 嘿 掉了一块纸 那么呢 就是 除了是 要水不省得之外呢 那么这些 就是这些这样的厨子 也都不省得啊 那么呢 就也是可以令到它 就尽量呢 就是少很多的腥臭味 喏 我们要死与死马当活马依呢 就很多的步骤的 那么我再 我也都再讲过 讲多一个 一句废话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做过渔民 我知道 一上水 你放血 即刻煮 还有你 埋了岸 死鱼 是两件事来的 OK 不要跟我说 我这样洗 会洗手了 那些海鲜味 你们根本上 很多人 都没真正试过 即刻上水 即刻放血 即刻醒 由它生勾勾 上水 它开始到 放在围桌 吃海鲜 不够一个小时 那些才叫海鲜的鲜味 就真的不用处理的 不用放姜的 但是呢 如果是我们上了岸的话呢 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想方法去 去去去去去去那些细菌 那些腥臭味 OK 好了 那么跟着之后呢 擦干净了 那么跟着之后 我们就开始起肉了 那既然我说的呢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用蒜蓉去蒸 那么我们呢 就跟着下来这一步呢 除了是去声 就是这个 除声大法之外呢 我们呢 就还要是拿些技巧的 那 死鱼 死马当活马依 死鱼变回生勾勾的海鲜 大家就看清楚 我跟着下来怎么做了 其实呢 就是我觉得 我们煮食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是 就是令到它 更加是鲜味的话呢 我们呢 就一定要是想方法的 不是说 喂 你就这样做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讲求快 跟着之后呢 你就想吃到美味 不是这样的 OK 大家看到呢 我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呢 整条鱼身呢 是很爽的 那些肉呢 是很吸引的 OK 那这样呢 就拿个刀尖 这个最前边 最前边 这个位 就拿它呢 就贴着那些骨 打横地 拉下去 就是 不是 不是顺着把刀这样拉 就是这样 这样拉 打横地拉 这样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是很准确地呢 就将它呢 那个肉骨分离 而那个骨呢 就不会是 好什么的 就是不会说 黏在那些肉那里的 所以其实我这个 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我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我这个处理方式呢 是更加适合大人 小孩的吃法 就是 不用说 喂 我吹了肉出来 因为呢 就有骨 大骨呢 老人家就吞了 小孩也吞了 那就不是那么好 是吧 跟着我们慢慢 那大家见到呢 我这里呢 就碰到那个 碰到那个骨了 这里呢 喂 现在呢 我已经煮好饭了 如果你们真的认真饿 可以先吃旧菜 好 好 叔叔 Hello 那大家见到 那 那个肚子那里呢 就不要那么贪心 因为呢 它那个肉呢 其实就很薄的 大家见到我 起了出来 不要看它 整斤多重啊 这里我起了出来 大概 不超过五两啊 这里 就是另一边加上呢 就是 都是得过 就是 都是得过 大概 十两不到 的肉 是啊 吃鱼就是这样的了 那还有呢 大家见到呢 我好喜欢用片刀的 因为片刀 它容易 就是 容易弄到它 里啊 啊 那呢 就相对地呢 就 我们起肉的时候呢 就方便很多啊 那大家见到 我不喜欢用菜刀的 或者叫文武刀的 为什么呢 文武刀 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样样 样样式些 但是呢 就没有样通 没有样精通啊 那大家可以 留意下 我那把刀 用刀 那个方向 那我除了呢 是 就是 除了呢 就是 我割开 那个皮 那个动作之外呢 所有的刀 那我斜斜地 这样 这样去拉的 那样呢 我们才可以呢 是感受到 那个骨 和肉之间 那个位 那我们呢 就可以准个毛 不敢 把那个肉呢 就会是 剁开的了 大家见到呢 我完全是 几乎是 一些肉都没有浪费的 那 那个刀尖呢 我们呢 就可以是 直接啦 那样 割 那样 割下去啦 那 那把刀 始终都是利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要很小心去处理啊 那 那大家见到呢 那块肉呢 就是 我沿着肚子呢 我沿着肚子呢 其实呢 很小心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如果不是的话呢 这块肉呢 这块肚子呢 就会有很多骨 的了 OK 好了 那跟着然后呢 我们可以了 做完了 在炸完 就要做完了 你吃吧,你肚子餓 謝謝 不好意思,我女兒叫我吃東西 這樣就剪開一塊塊 我已經完成了 現在進行第三步 馬上做完 雖然這個不是很多碎屑 但我現在要… 不好意思,我正在吃東西 立刻要洗乾淨 就是一樣 沒什麼脂肪 不需要用洗潔精 但我們也要用白潔布 去抹乾淨 這是保持食物衛生的基本原則 好了,就做完這個 然後呢 我們就要放些薑汁 這個時候放一下 我順便給大家看看我怎樣刮薑 是放薑汁 因為薑雖然要有少少薑味 但是呢 嗯? 為什麼不見了那個刨 在這裡 但是呢 我們為了要配合那個口感 不要突然間有些薑絲 在這裡 即是你吃蒜蓉 一粒粒的嘛 所以我們就刨這個 刨這個薑汁下去 不用多一點點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放重鹽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隨聲帶發 大家應該知道 這樣呢 鹽就放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呢 稍微醃一醃幾分鐘而已 然後呢 胡椒碎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放酒 就好了 一定要是圓塊魚扒 就不要呢 就切開它才拌 因為待會呢 我還要排開它的魚形 那 稍微 拌一拌它 喂 你們自己先找東西玩 OK OK 做個廁所板 嗯 OK 為什麼有你的粉呢 不是阿哥做的嗎 好啦 那基本上呢 這個呢 就行了 稍微醃 不要超過五分鐘 稍微醃幾分鐘 因為 這樣呢 就可以呢 就令到它出水 就逼走它的腥味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再用清水清洗 那待會呢 我們呢 我們再 清洗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那大家 我就已經是 這個隨聲帶發 醃了五分鐘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在清水那裡 這樣呢 就稍微啤一啤水 一定要啤水 如果不是呢 那些魚肉呢 因為它表面那些 那些 就是 鹽啊 啊 不洗得乾淨的話呢 那呢 就會是 會是比較鹹啊 那 那因為呢 我這個隨聲帶發 是會令到它出水 就是會令到它脫水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摸上去的手感呢 就有點滑滑的啊 那我們呢 就用手呢 就擦一擦它 表面呢 就整到它呢 就清爽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了 那樣了 是根莹色的啊 那有 是使用硬色的隔氣喉啊 那呢 就比呢 是 美色那些軟管啊 那些 那些 去水渠呢 就會是 其實呢 就容易處理得多的 那通常呢 我們每隔三個月呢 就倒少少的 這個 這個 通渠水啦 那就可以是 基本上這個保養就是這樣 可以用到十年八年都沒事啊 那我 剛剛 最近這幾個月呢 那其實呢 就 我做過這個 這個 重新安裝過水渠位的 那 那 我在重新安裝之前呢 這個水渠位呢 我就用了應該是十五年了 那做了基本保養之後呢 你想想一下 十幾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那些軟式的 去水渠呢 就很多時候呢 幾年呢 就 就就就老化就不用得了 那 這個是優劣啦 那 其實有時候我都覺得 香港呢 就都幾 我覺得是一個福地啊 好了 那 清洗乾淨了 那 然後一樣 拿這個櫥子 那 抹乾身它 那 那當然啦 大家呢 因為我為了遷就鏡頭呢 所以呢 我就沒有是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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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西仔呢 就 浸乾水啊 那如果是平時大家呢 就可以慢慢浸乾水 就不用那麼多 就是用那麼多 櫥子的了 啊 哎呀 不吃啊 不吃啊 你先吃吧 好不好 我正在拍片 你就不斷塞我吃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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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 嗯 擦乾它 就盡量啦 好 那 那我們 我們把它組成魚形 魚頭 然後 這個 我們把它組成魚頭 然後 這樣 這個是 比我 做到它 肥仔了的 這個西星斑 本來很妙調的 這樣去做 蒸魚也有個好處 我喜歡 重新做它的形狀 反正大家吃的時候 就看到是魚的形狀 有頭有尾 中秋節 一家團圓 好,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我就要 就是 反轉它 切厚一點 不要太薄 然後 拿出魚形 這樣 然後 調轉它 然後這樣 放進去 哎呀 我 就不是切得很好 所以我再 再要重新 那 看著那把刀 重新 一定要切斷皮 不然就失卻了意義 待會兒吃的時候 就做到碎了 那現在呢 我這樣做呢 就可以是 大家吃的時候呢 就可以吃到一塊塊 直接一塊塊 就不用擦爛它了 變成了呢 其實呢 這個也是符合 現代的飲食習慣 那我就把它弄好 接著之後 反轉它 這樣 砌出魚形 接著 這個就一樣了 現在呢 大家看到呢 我是斜刀這樣切斷它 為什麼要用斜刀呢 因為這樣的魚肉呢 我們呢 就可以 增加它那個接觸面 這樣就可以呢 就令到它呢 就是 沒那麼容易爛 還有呢 夾出來的時候呢 就健體一些 大家都明白 那我的體積 你不同的長寬比呢 其實都可以同一個體積來的 但是長寬比不一樣的話呢 那就可以呢 就令到它好看一點 和不好看一點的分別了 那盡量 要檢查一下 我們每一刀 不要那麼 那麼師傅 就是 令到它呢 就是 黏著一塊塊 然後 放回去 那我們呢 就可以完全 砌出魚形 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整個魚形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下一步呢 蒸之前呢 我們就要炒了個金銀蒜的 那今天呢 我就有兩個 餐是用這個金銀蒜 那所以呢 等下呢 我才一次做 好不好 那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大家看到呢 這條魚呢 一點水都沒有的 是不是 OK 好不好 那等下見 好啦 大家 那 我先頭呢 已經是做了蝦 做了魚 對不對 這裏呢 兩條片一起共用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要做那個 金銀蒜 那 首先呢 這裏呢 就有很多的蒜頭 是啊 金銀蒜 個個都喜歡吃的嘛 OK 那 稍等一會 那現在首先呢 就要開火呢 就是燒鑊先 記住啊 無論任何時候啊 只要你是炒東西 煎東西的話 就一定要背口缺 還記不記得啊 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 再建煙 跟著我們才炒一下啊 那我們呢 這邊呢 我們就是 在燜那個 啊 這個是 要處碎啊 好 那我拉近少少了 那我 就 拿開少少了 否則等下我怕著過熱了 好 啊 我都怕著什麼 再過少少先 因為幾次呢 我用盡量我爐頭去做 整東西都什麼啊 都是 都是 都是過熱了 那那 然後就見煙了啊 然後就下油了啊 那 因為我要拌蒜蓉呢 所以要下油呢 就多少少啊 如果平時呢 大家不是拌蒜蓉的話呢 就少少些油 OK 那 為什麼要這麼多油啊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啊 這個是 這個是 和這個是 就是它不同的食材啊 不同的用途呢 就需要不同的油的份量 OK 那我稍微燒一燒鑊先 好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關小火啊 再見煙就關小火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拌 大概啦 一半的蒜 那這些是生蒜啊 熟蒜混生蒜 才是那個 金銀蒜那個味道 才是真正會是 出彩的 那如果純粹呢 全部都是熟蒜的話呢 它就沒有那麼出彩啊 那個味道 因為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人 喜歡吃蒜蓉呢 除了是因為它 獨特的香氣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呢 就是它那個 那個生蒜那種新辣感啊 但是這種新辣感呢 我們蒸開來 煮開來的時候呢 就 不會是 好像生蒜那樣辣的 那有一點點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呢 啊 就是那個食家呢 就會非常之開胃啊 那現在呢 我關小火了 那慢慢煮它 那就有了 然後它降了溫之後 我們再開回大火 那大家看到 因為它油的溫度的問題呢 那它一下去呢 就有一點點 已經是變成黃金蒜了 那大家要留意了 隨時要關小火的了 它一過熱的話呢 就要關小火 如果不是呢 那些蒜蓉呢 就很容易炒洞啊 真的洞了 真的洞了 那隻洞了 不是 就是 不是 它變成黃金蒜那種 焦香啊 那 我們一定要很勤力地攪動它 如果不是的話呢 它不換位置的話呢 它燒死一邊的話 煮死一邊的話呢 就很容易呢 就會變成呢 就是有些就過熟啊 熟到 焦到苦啊 有些呢 就不熟啊 那現在呢 大概呢 已經是十幾二十個巴仙呢 就已經開始 出現這個黃金蒜了 那尤其是邊邊 我們更加要勤力點去撥它 為什麼呢 邊邊的溫度最高啊 那就很容易呢 會炒洞蒜的啊 那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勢啊 啊 留意一下 那個重點在哪裡 那現在呢 就開始好 就是好 速度快了 所以我又關小火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我的控制啊 那個火力啊 那現在呢 就已經有一半呢 就是 變成黃金蒜了 那我再炒 那現在去到六成了 那 越是到後期呢 它那個變化就會越快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溫度足夠 還有呢 它抽乾了一些水分 所以呢 越炒到去後期呢 就越 越是容易呢 就是 出現這個黃金蒜 越快 OK了 好了 熄火八成了已經 為什麼呢 為什麼去到八成就熄火啊 因為它的熱度會繼續 令到那些蒜蓉呢 繼續熄下去的 如果呢 如果你去到一百個巴仙呢 你才熄火的話呢 就很容易呢 那些蒜蓉呢 最後呢 就過火 一焦那頭就苦了 OK 為什麼這麼多人 炒蒜蓉都炒到苦了呢 就是因為過火了 那大家看到 我關了火之後 它繼續的 現在呢 就已經去到九成以上了 那我繼續叫 就是繼續 趁著魚溫 它還起泡 即是很熱的 那我繼續攪它 這樣呢 就會最後 這個金銀蒜呢 就是這個黃金蒜呢 最後呢 就會變成一百個巴仙的焦香了 現在九十幾的了 給大家看 你看到它還在炸著 還有泡出的 所以不要以為呢 你關了火之後呢 它就那個溫度呢 就會馬上沒有了 不是的 它要過一段時間 那我們呢 就是趁著這段時間 就炒熟 炒到它變成焦香的黃金蒜 記住啊 八成一到八成就好 立即關火了 OK 那我現在呢 一不斷 不斷跟大家說話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畫面變化呢 和先頭剛剛關火的時候 現在已經去到九十幾個巴仙 幾乎一百個巴仙 有些大粒一點的就沒有辦法 差一點點就沒有所謂的 不影響大焗啊 好 跟著然後 現在呢 我們就要拌這個黃金蒜 大家看著吧 這個蒜是不是剛剛好一百個巴仙呢 記住啊 炸蒜一定是不可以給它一百個巴仙才關火 如果大概八成多一點呢 就我們一定要關火 那就視乎那些油量啊 記住啊 真正的黃金蒜是要這樣處理的 好了 那我就 過多了 給大家看看 炒完的黃金蒜 和底下的生蒜 混合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加少少的鹽啊 那就不用多了 要不然就會比較鹹啊 跟著然後呢 我們呢 加少少少 輕輕的 雞粉 那如果呢 大家呢 是 什麼的話呢 即是 如果大家怕著吃得多鹽的話 其實可以完全用這個雞粉代替的 因為雞粉呢 同等份量呢 的雞粉呢 是比鹽呢 是少一半的辣 辣 才是真 才是小油小鹽裏面的小鹽的真正的意義所在 OK 而不是真正放少鹽啊 是小辣 那就放少少的胡椒碎或者胡椒粉 好了 先頭的那些油不夠的 我們現在繼續下油 記住啊 我們拌蒜蓉呢 一定要夠油啊 你要拌得起 就為標準 拌不起 你幾多油 幾少油都沒有意思的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現在 給大家聽一下 聽不聽到那些啥啥聲啊 我不知道聽不聽到 那些黃金蒜啊 真正的黃金蒜 那現在呢 就可以 做到這個 拌勻 這個時候呢 大家見到 要拌得起啊 才為之是 夠油啊 好 現在差一點 都可以了 OK了 見到有油就補面了 跟著 之後 撩撩撩撩撩撩撩 那就是 撩到它呢 這個時候呢 那些生蒜呢 就會出水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拌到它呢 那些生蒜的水呢 還有那些油混在一起 就是水與膠溶啊 這樣我們才好停手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標準的 就是 撩蒜溶啊 手加撩蒜溶的技巧來的 OK 好 跟著撩 不是隨便撩撩它就算的 我們要撩到它呢 就起膠為止 那這個 黃金蒜 金銀蒜 就這樣啦 那繼續撩吧 撩吧 那麼大力點也不怕的 快速點 好了 現在開始呢 有少少起膠了 這樣呢 起膠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片 炒這個黃金蒜 就完成了 好嗎 跟著下一個蒜 那我這裡繼續呢 就 不要管它啊 交叉運用啊 這個是另一個送 這個 瑤柱扒豆苗的瑤柱 好嗎 那待會見啦 好了 大家 就開始 現在呢 就蒸魚啊 那先頭已經炒完那個 金銀蒜了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魚呢 放了一陣子 依然很乾身啊 那看一下它 檢查一下它雜質 看看有沒有水啊 那跟著然後 現在水滾了 那我們呢 就放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拌好了 將拌好了的 金銀蒜呢 就鋪在面上 那整條魚呢 就會很野味的 好 那基本上就OK了 那我留下這些呢 就做另一個菜 那 那就鋪勻它啦 盡量啊 跟著之後呢 那大家見到呢 我就拿個高腳少少的飯格啊 那就可以呢 就令到那碟魚呢 就是不會 就是不會是 什麼啊 不會是 入水啊 OK 那現在呢 我就用另外一個鐘去計時 因為這裏 差不多可以的了 這個 這個是炆那個瑤柱 那大家見到我 其實從中呢 都可以看到我的時間管理 sorry 那這條魚呢 就一斤重 那我們呢 很多 家庭主婦 或者是家廚 都會問 海鮮檔 我整天都聽到的 問這條魚要蒸多久啊 那呢 其實蒸魚呢 是有標準方程式的 那是怎樣呢 就是它的重量 乘以0.8 那這個呢 就超過一斤 是不是 那呢 一斤的話呢 就是16兩 是不是 那乘以0.8 一個是0.8 的話呢 就是8 8 6 48 就是差不多13分鐘 那呢 我們呢 就再將那個標準時間 就減1到2分鐘 OK 那就可以了 記住啊 因為這裡呢 超過一斤的 所以我就耐一點時間 好 那現在開始計時了 那就記住 以後記住了 不用再問人 那就是 用這個標準的重量 再乘以0.8 每一兩呢 就計它呢 就是1分鐘 一兩是多少呢 就是37.5克 OK 每37.5克 就計1分鐘 然後再將它的總數乘0.8 再減多大概1至2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經常聽到呢 就是賣魚勝 就是代號 就說呢 就說 這條魚蒸8分鐘 9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足的 就是這個不足一斤 那它大概呢 通常我們買一斤魚的話 這個呢 講講一下 另外一個就可以了 就關火了 不用理它了 然後就是 它通常呢 都是不足一斤的 通常都是11、2、2 那11、2 那11、2 多少呢 11分鐘了 乘0.8 是不是8.8分鐘呢 再減1分鐘 8分鐘 11、2、8分鐘 就搞定了 明白嗎 這個呢 就是蒸海鮮蒸魚的 基本上的 一個計算的 數學的公式 OK 可以嗎 好了 蒸好了 再跟大家看一下 結果如何 好了 好了大家 那鐘響了 11分鐘 搞定了 我們關火看看 哇 那 熟了 那些肉 可能有少少過熟 不過呢 那個骨呢 那個骨呢 應該剛剛好 因為呢 我這樣做就會比較厚 OK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呢 就要是 把這個蔥絲 切好的蔥絲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吃蔥絲 所以呢 就放多一點 啊 那這個 剩下一點點呢 等下拿來呢 就是 用來拍片 拍拍照 拍拍照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拿起它先 等下呢 我順便呢 就做了那個 另外一個送 那我積另外一個精送 我才一起呢 就讚熟油 OK 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這樣做 我純粹是因為 省時間 和和大家呢 就去分享的 好了 那 跟著下來呢 就等下呢 我讚熟油 再做總結 好了 大家 那我就放好陣勢了 現在呢 我就讚油 那 油呢 就要熟 高溫一點點 如果不是那個效果 就不會太好的 OK 好 那夠高溫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將它 炸了熟油之後呢 那 用一些 比較上 沒有那麼鹹的醬油 那 可以是蒸魚豉油 也可以是這些 海鮮豉油 都會比較淡 一點點 就沒有生抽 沒有醬油那麼鹹 OK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這個 淋上面了 那 基本上呢 就OK啦 那 這個魚呢 其實呢 就很簡單的 大家不需要緊張 那 只需要呢 就跟著一起做 我叫它做 這個叫做 死馬當活馬衣 那 大家不要以為呢 這樣就沒有了 魚的鮮甜味 那 那 其實這一 這一碟菜呢 如果大家呢 跟著我做過 這個是 是蒜蓉蒸鮮鮮油啊 或者是蒜蓉粉絲蒸鮮油啊 或者是 這個是 清蒸鮮油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關鍵呢 你 能不能夠 吃回出 那個海鮮的 清甜味呢 那個關鍵呢 就是你的 除聲大法 和你那個 去聲呢 做得 切不切底啊 那為什麼我要分 除聲大法和去聲呢 因為除聲大法 就很簡單的 大家如果跟著我久的 都知道 就基本上是 鹽啊 胡椒啊 還有酒呢 就已經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但是還有 除聲的步驟 要注意啊 為什麼要說 要除聲的步驟呢 就是主要就是 因為它的腮位 還有呢 它的脊骨裡面呢 就是脊骨和肉之間呢 是會有很多 乳血塊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華人啊 處理海鮮的 就是處理魚類的一個 特色來的 那我們為了要令到呢 那些腥臭味完全沒有了呢 我們一定要把那些 魚血呢 全部挑出來 盡量啦 沒有說百分之一百做到的 但是百分之九十 其實已經是 天和地的分別了 OK 行不行 好了 那做完除聲大法之後呢 跟著然後呢 那 今次呢 我做這個除聲大法 我還加了多了一件事的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薑汁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呢 這樣呢 是可以進一步 增加那個魚的香氣的 但是呢 我們不要放得太多 少少就可以了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呢 這個這樣的 就是 蒜蓉啊 金文蒜 這個蒸 這個西星斑啊 就會是 非常之 清甜的 OK 好了 好了 蒸呢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 我們呢 為了要突顯 這個蒜蓉味 對這道菜的影響呢 我們就不是圓條去蒸的 而是呢 必須要起肉的 那起肉的過程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刀法怎樣用呢 運用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用什麼刀啊 那 那麼 這個菜 除了是可以吃到蒜香之外呢 還可以預先呢 就是分起淡淡肉 那麼呢 老人、小孩都非常之 是 適合的 即是我們吃的時候 那我喂 大哥 我們喜歡蒜骨 可以蒜骨啊 蒜魚腩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老人和小孩呢 就可以直接一件一件夾起了 那麼大家都看到 我這條魚呢 就超過一斤的 但是呢 大家看到我 我起了兩塊肉出來呢 十兩都沒有 可能只有半斤的 那 可能 一家五口呢 就一人兩件 就是這樣 OK 行不行 接著 然後呢 我們要蘸熟油 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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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大家可能立即有一個疑問 不是呀,別人酒樓是落哪邊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酒樓專用的,即是蒸魚專用的豉油 就是它本身煮的時候已經有芫荽、有蔥在裏面 即是說它本身的豉油已經有蔥香在裏面 所以它落去哪裏都會有蔥香的 它反而落表面的蔥只不過就是裝飾多些 大家會看到我經常下很多蔥 因為我喜歡吃蔥 但是我去酒家就吃得很不累 因為他們的蔥只不過是裝飾 但是在我們家廚的角度,家廚的實際環境 蔥是有它實際的作用在這裡,行不行? 所以我下醬油的方式就跟專業的酒家又不一樣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在這裡順便要提一提 就是人家做的,是這樣的方式,是肯有人家的理由 你不可以說一句人家專業,所以你就要學足 我一開始,我經常都說的 喂,我們追求專業的味道是正確的,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跟足專業的味道去做 即是專業的方法去做的話 你一定在家裡未必做得出來的 因為為什麼?它的蒸魚豉油已經預先已經做好了 有蔥味,有芫荽味,OK? 但是你在家裡,難道你每天都去做蒸魚豉油嗎? 這個不可能的嘛 大家說是不是? 即是有些東西,大家要明白 專業廚房,他們有他們既定的工作流程 我們追求專業的味道是沒錯的 追求美味更加是沒錯的 但是大家必須要懂得去因地制宜 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裏 然後才可以做出更加美味的菜喉 大家不要看我這個死魚動活魚衣 我告訴你,很好吃的 現在我拍照 不過我都在後面偷 偷一塊過來吃 我可以跟大家說 第一,口感 軟滑的 第二 吃不出,一點腥味也吃不出 第三 雖然 始終跟這個油水海鮮相差很遠 不過我這碟魚 非常之惹味 我希望大家明白始終它是冰鮮魚 你不可能恢復到100%海鮮的味道 但是現在保持七八成 又沒有腥味 沒有臭味 大家說喜不喜歡嗎? 還有我用這個蒜蓉蒸的話 我還可以吃到淡淡的 蒜香味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 窮人節日菜 欠這個 這個 成本就差了60% 大家不妨去考慮一下 不要一定要吃什麼 一定要吃這個油水海鮮 說真的,你做得節日的 每樣東西都貴 你買一條東星斑 350 是不是 你想便宜嗎? 買一條 這個沙巴龍躉 820元 是不是 你買一條青斑 燦斑 青斑便便宜 燦斑的話 都是823元 大家說是不是 喂 我同樣的價錢 弄到這個出來 還更加健食 你覺得 值不值 你吃來吃去都是那些 什麼沙巴龍躉 什麼燦斑 說真的 吃也都厭 而且大家都知道 做節那天肯定很貴的 希望大家有新的靈感 還有大家要注意 我會把魚形放出來 不過 它原本很收場 我就變成了矮子 這個就可以將就一下 OK 行不行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 不說這麽多了 去吃飯了 拜拜 拜拜